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的铁律你认可吗 这个男人前一秒还发誓要驱逐所有怪兽 下一秒就被怪兽进入体内 而仅仅只是经过了两秒半 就让同伴看见了这一幕 这是一个有怪兽出没的世界 而人们见到怪兽都当追剧看待 还在讨论这次出场的或是哪个部队 只因这个世界有这么一群足以对抗怪兽的防卫队 他们在作战服的加持下 对抗怪兽也不再是男士 此时只见一个女人从天而降 在队员们的辅助下 仅仅一击就消灭了怪兽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英雄们消灭了怪兽 人们纷纷为之喝彩时 有这么一群人却默默处理着怪兽的遗憾 这个男人叫卡夫卡 他还在吐槽这么大一头怪兽 居然要在一周之内处理它 就在他为子投腾时 马上就收到了上级的调缴通知 他将去最令人党烦的长道作业 只因这在作业后会暂时吃不下饭 到了晚上 卡夫卡看着电视里的报告 马上就让他回想起了 曾经一同许下誓言要驱逐怪兽的女孩 这也是他的亲眉主女 如今女孩已经成为了主目的防卫队对者 而他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清洁工 第二天 他来到公司 马上就收到了要带学徒的通知 这个男人叫世川 只因这个世川 有跟他一样加入防卫队的梦想 但他现在却成为了没有梦想的咸鱼 这时候 他突然开口询问卡夫卡 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也马上就得到了回应 因为卡夫卡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过了 也已经认清了自己能力有限的现实 更何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也已经变得力不从心 没想到世川听了后 却马上反驳表示 他不会放弃 至死都不会的 怪兽遗憾 两人很快就在长道完成了这一天的作业 好在有卡夫卡的指点 世川才终于熬过了第一天的工作 因此他也在下班时 好好表达了感情 也提供了防卫队放宽了招人年龄的重要情报 就在这时候 一个怪兽突然从废墟中袭来 就在世川要隔壁时 还是卡夫卡不顾幸运撞开了他 虽然情况简洁 但他还是对世川下达了指令 因为两人也没有能力伤害怪兽 不如一个牵制一人寻求支援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然后卡夫卡就开始了他的六步 可他终究只是凡人之躯 如何会是怪兽的对手 甚至就连逃跑不成了奢望 仅两分半 他就已经重伤倒地 就在他马上倒在深渊巨口的一瞬间 世川居然折返回来给怪兽狠狠来了一下 还没让他直接累合饭 只是这也没法对怪兽造成伤害 看着苦苦支撑的世川 卡夫卡第一次如此痛分自己的用 不仅是自己的蠢物 现在就连后背都无法倒过 随着他的一声怒吼 眼看他们就要身亡时 一只白虎马上袭来 把他们从死亡的身边拉了回来 然后一声枪响 怪兽也应声倒地 而救他们的人 居然是卡夫卡曾经的青梅竹马米娜 青梅也只是轻轻一撇 就马上离去 到了晚上 两人就已经躺在了医院了 这时候的卡夫卡还彻底明白 曾经的玩伴如今已经到了他触手难及的地方 世川这才开口 打断了他的思考 要不是卡夫卡那一推 他可能就已经死去了 而他这样帅气的人 果然就应该去当防卫队 谁知道这一句话 直接就击穿了他的腹线 让原本还想放弃梦想的卡夫卡 听完后 瞬间就死灰复燃 现在还没有到山穷水进的地步 他怎么能放弃 于是一咬牙 他要再次以防卫队为目标 就在这时候 一个虫子出现在他眼前 他还没来得及呼救 怪兽子钻进了他的口中 一旁的世川也听见了这边的动静 于是他才拉开了门链 而这一幕刚好让门口入部的老头看见 只见老头默默拿起了电话 虽然卡夫卡还想解释 可没想到 他只是想微笑给他善意 老头直接救下的头股来闷 甚至只是轻轻一碰 墙面就直接四分五裂 他想开窗 也只是轻轻推动 就造成了可怕的破坏 这也让他又惊又喜 喜的是他变强了 惊的是他变成了怪兽 于是两人也只好逃离现场 这时候 青梅还在回院时 与卡夫卡的过往 就马上让一通电话打断 因为医院出现了怪兽 而他们也要在贫民遇害前 消灭敌人 这时候的世川 还在思考他遇见的问题 首先他要确认 这个怪兽是不是卡夫卡 于是才发出了他的疑问 在这时候 卡夫卡就发现 他的身体突然很想尿尿 虽然他一个成年人 在路上尿尿非常羞耻 但是他也忍不住 于是就有了这蜜片的疑问 世川这才发现 他们已经到了封锁区 接下来 只要进入无人区域就安全 此时 卡夫卡却忽然察觉到 有怪物的接近 但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好事 这样就说明 追兵也会变成 他们只要离开就可以 与此同时 一个女孩正在提出 因为他的母亲 被压在了废墟下 虽然小女孩想救出母亲 事实也说明了 这都是屠楼 这时 一个怪兽也出现在他们后方 就在怪兽要一口吞下两人时 卡夫卡一拳就把怪兽作飞 这威力 就连他自己都惊呆了 然后他才准备安抚女孩 只是他这副模样 也无法赢得对方的信任 也只好露出表达善意的微笑 好在世川及时到达 在卡夫卡推开墙面后 怪兽也再自信 世川也只好先带着商人离开 而卡夫卡则准备用经费 认真做怪兽一拳 随着他最帅气的一拳轰在怪兽上 一道雷光闪现而过 怪兽直接就化了鸡 而看着一旁害怕的小女孩 卡夫卡才一声对他们的事 防卫队马上会来 特有本马上离开 所以请他们安心 最后小女孩才克服了鬼剧 对着怪兽先生说了两个字 谢谢 看见这一幕 卡夫卡才反映过来 这不就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呢 很快 防卫队也来到了县城 只是他们看见的 只是一堆废墟 以及怪兽的困扎 然后在小女孩本中才得知了 有这么一个救了他的怪兽 他最终也得成为怪兽八号 从那之后 很快就过去了三等物 就在这天 世川收到了防卫队雪花噴汁 一同送来的 还有卡夫卡通知 就在他拿着通知找到卡夫卡时 却发现对方居然又变成怪兽 虽然现在卡夫卡 现在可以随时控制身体的变化 但是这么轻易就在人前写发 还是遭到了斥责 而卡夫卡看着通知却非常淡定 只因为他每年都能通过初选 所以都戏为常了 于是 两人戳谈后 还是决定要去参加选拔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十天 两人也终于来到了 选拔防卫队的防卫基地 这个男主真的无语了 别人穿上战斗服 都能获得可怕的增幅 唯独自己穿上后 不仅没有触发龙奥天剧情 甚至增幅都达到了可怕的灵 回到现在 齐可路刚抢完车位 就意外发现 卡夫卡身上有怪兽的味道 好在试穿及时解释 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 是清理怪兽残骸 才及时打消了他的念头 就在这时候 卡夫卡居然徒手搬起了 倒在地上的汽车 直接就让齐可路大吃一惊 甚至怀疑 眼前的男人 是不是穿了私人战斗服 然后他才留下了 卡夫卡的名号 以及好影 这一下女孩可就来兴趣了 她原本还以为 自己只是来走个流程 现在看来 还是有强大对手的 但是这都没有关系 她会让眼前的男人 知道什么是实力 女孩走后 试穿才对卡夫卡发难 她怎么可以在别人面前 展示他怪兽的力量 好在一旁的巡逻人员 及时出现 才让卡夫卡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试穿 还是警告男人 如果再有下次 就不管他们 首先来到的 就是体能训练 但只是刚刚开始 他就发现了身体的异常 他明明一直都有锻炼 可现在体力严重下落 之前参加训练 虽然没有名列前茅 但至少还在真下 而这次225人里 他居然排在倒数的219位 这也遭到了 其可恶的嘲笑 虽然他很想 说些帅气的话 但是现在 他已经在悬崖边 岂岂可慰 与此同时 青梅也收到了 这次考生的资料 原本他是对这些 不感兴趣的 直到看见卡夫卡的资料 才让副官 说明了这次的考试 而这次参加考试的人 都大有来头 名校毕业的初云洋衣 好伐专科的古桥 路上自卫队的神月木魁 而其可路 更是天神下凡 他被别人称为 是史上最杰出的天才 而他也是这群人中 最耀眼的存在 女孩这时候 还想来看笑话 没想到卡夫卡 就直接上手了 虽然目前来看 路选的机会没有忙 但是也有好消息 这两年的资质鉴定 也包括理科 而他们有非常多 处理怪兽遗憾的经验 这就是他们的优势 于是卡夫卡 再次元起门眼 很快来到的 就是第二次测试 而他们需要在这个训练场里 跑伐掉怪兽 直接就让两人傻眼 这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 甚至怪兽 只是简单冲锋 救下的他瑟瑟发抖 好在测试 也不是让他们 赤手分拳战斗 还为他们准备了 可以解放战力的战斗服 而解放的数值越大 提升的能力就越强 而对于新人来说 初次能达到十就算成功 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超过十的 就有数 齐可路更是逆天 居然达到了惊人的46 这都让本次的考官 汉流加倍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马上来到战场的 就是卡不卡 这却让一旁的齐可路 无论的大 众人也很快就进入实验场 并警告他们 如果遇见威胁生命的危机 他们就会启动保护护盾 而触发护盾 就代表着失去资格 齐可路也果然不负众望 刚入场就接二连三消灭怪兽 至于卡夫卡这边 由于他无法解放力量 就连武器他都根本拿不起来 然后对讲机才传来消息 青梅也会参与这次的评分 卡夫卡一听 就想起了曾经两人的事业 还马上也静下来 虽然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虽然他无法解放力量 但那又怎么样呢 他这次一定要成功 然后才分析起了这次的测试 如果只是 想要他们的作战数字 有战斗符就够了 但是天上还多了观察 他们的无人机 这就说明 他们不一定要消灭怪兽 而他们这种能力低下的人员 在一旁进行死住 也是可以 于是他们就来到一头怪兽去 却发现 大家的攻击 都无法对怪兽造成伤害 而卡夫卡一看 马上就认出了怪兽的准备 这种怪兽没有引擎 相对 听觉却非常疑似 然后他就拿出了准备好振爆弹 随着振爆弹的炸裂 怪兽也陷入僵直 然后他才指挥众人 对怪兽的弱点射击 结果也很明显 怪兽根本无法反抗 就硬生倒地 也终于找回了 他那盲目的自信 就在他冲击的美好未来 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他现在甚至失去了行动能力 眼看怪物一步步向他走了 眼看就要触发 保护护盾的关键时刻 就见到怪兽 被人轻描淡写的消灭 来人自然就是岂可怒 只因他不想看见出现牺牲者 仅此而已 然后才帅气离开 这时候 指挥部才对卡夫卡表示 根据检查 他们的内部已经受伤 而卡夫卡也明白 这是在劝他放弃 可他是动漫主角 怎么可能会放弃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主角光环终于触发 他居然靠着毅力站了起来 而解放树职 也从零攀升到了 金灵的零点零一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 足以毁灭一栋大楼的攻击 都无法伤他分毫 拥有着6.8灾难级的强大怪兽 居然都熬不住他一拳 不仅如此 这是足以毁灭一个城市的怪兽 回到现在 刚被人救下的卡夫卡 凭着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 虽然他让士川不要管他 但士川是什么人 自然不会独自丢下他 于是 两人就决定砥砺前行 虽然他们的新造型遭人嘲笑 但没有关系 只有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考官看了 都想直接把他们招进来 做开心 这时候的岂可路 已经开启了无双 所过之处的怪兽 马上就一一倒下 别的队员都无语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怪兽全宰了 他们都没多数出什么机会 很快 齐可路也来到了主兽面前 随着一颗首雷的炸裂 他就直接来到了怪兽头顶 只见他仅仅只是开了一枪 主兽就已经隔屁 随之而来的 就是试炼结束 这让还在路上的卡夫卡人都傻了 但同时 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就代表着他们格格了 考官这时候 还在感叹齐可路的强大 甚至因为他的个人能力 导致全员格格 这毫无疑问 就是他们未来的顶量柱 就在大家都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个人形怪兽突然出现 甚至齐可路都没有反应时间 就被击中 与此同时 前面已经被消灭的怪兽 也都突然复活 好在齐可路因为作战符 保护住了要害 可尽管这样 还是让他身受重伤 甚至眼前偷袭的怪兽 都是他没见过的类型 不仅如此 这头怪兽 居然还能说出人类的语言 差点就让齐可路大理当机 这可是历史上 首个拥有智力的怪兽 虽然他不明白 只是他才刚想有所动作 就被打得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时候的控制台 也发现了异常 他们检测到了 强度6.8级的怪兽 而现场有能力 处理这种怪兽的 只有他等米娜来 来不及多想 他们也只好准处击 齐可路这时候 也凭借着战斗服 维复了一点伤势 他坚信自己还能战斗 只是就在他准备攻击的一瞬间 就让怪兽的指引掌 拍到墙上 只是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手都已经折断 而怪兽却还在逐步变强 虽然米娜两人已经出发 但也根本无法 第一时间抵他战场 齐可路看着正在蓄力的怪兽 他也已经放弃了等号 只因他已经无法行动 怪兽也终于蓄力了 一发元气弹就马上袭来 就在这绝望的时段 卡夫卡还是来到了女孩面前 而那发令人绝望的攻击 居然没有对两人造成伤害 甚至眼前的男人 都变成了怪兽 这直接就震惊地不会说话 只是没想到 上一秒还威风凌凌的男人 下一秒就跪倒在他面前 而怪兽的下一发攻击 都直接让他弹开 时间不多的卡夫卡 也不准备浪费时间 他要秒杀掉眼前的怪兽 至于天上的无人机 已经无法正常拍摄 随着卡夫卡爆发的力量 控制台也马上发现了 这股异常的数据 怪兽规模9.8级 这可是能影响 历史的可怕强度等级 于是他们也只好把问题 归于数据有误 这时候 卡夫卡也终于发起了攻击 而这一幕 早就已经让女孩愣在原地 然后卡夫卡才好好主护 让他对此保密 这时候 米娜两人才赶上现场 留给他们的 只剩下一片狼藉 而主角们 已经回到了安全区 第二天 卡夫卡就已经躺进了医院 他跟强大敌人交手后 也让他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弄性 这一切 也都让躲在门后的米娜听在栏里 然后他才进入了病房 对两人救下七可路 表达了点谢 这时候的七可路 也已经住进了医疗舱 虽然男人询问了他事情的经过 但他还是为卡夫卡 闭门了怪兽的事情 与此同时 某个角落 一个怪兽正听着新闻 对失恋的报道 等他再次出来 就已经完全变成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好不容易加入梦寐以求的怪兽防卫队后 就已经被列入了重点观察对象 他没想到 仅仅一次变身 就让自己陷入了即将暴露的境地 参加选拔几天后 卡夫卡两人终于收到了讨伐厅的来信 这是他们参加选拔的最终通知 很快也到了正式入队的那天 只见熟人们都互相打着招呼 唯独四川独自一人站在其中 原来卡夫卡根本没有通过测试 因此没有加入队伍 而七可路依旧是那个万众瞩目的存在 加上她的成绩最好 也是这次的新人代表 很快随着小队长米娜的入场 入队仪式正式开始 而在场的27人 正是这次通过选拔的所有人 唯独缺少了身为主角的卡夫卡 米娜有着作为队长的职责 也在这次的仪式中 正式对七可路表达了感谢 因为测试中 都是因为她的出色发挥 才没让太多人员出现伤亡 可其可路一听 马上就有了一股挫败感 因为真正消灭怪兽的并不是她 而是那个都没有通过测试的男人 别人救下来 她认为这句感谢 应该由卡夫卡收下才对 可是这个男人居然都没有通过测试 就在这时候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来人是卡夫卡 虽然她来到了现场 但这并不是说明 她通过了测试 因为她所有的测试成绩都不合格 原来是因为副队长 看上了她支援辅助队友的优秀表现 因此打算给她一个候补队员的身份 然后就是米娜的个人致词 而米娜一顿慷慨激昂的致词 也触动了卡夫卡的内心 甚至一个不小心说出了新名话 根本米娜还想说些什么 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而一旁的副队长 还是看见了米娜嘴角的一名笑容 而副队长真正给卡夫卡击会的原因 也浮出水面 因为出现怪兽规模9.8集时 卡夫卡的个人生命象征消失过 她也因此察觉到了异常 于是决定把她放在身边好好调查 然后七可露才单独把卡夫卡约了出去 于是就得知了卡夫卡变成怪兽的真正名 也说明了 她有过打算去防卫队自首的打算 只不过最后还是放弃 但是这却得到了七可露的夸赞 因为这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好一点 她会变成试验品 坏一点 她会直接被消灭 而且被编上号码的怪兽被消灭后 她的身体都被做成特殊的武器 卡夫卡人都吓傻了 只好请求七可露为她保守的命 而女孩自然会帮她 相对 如果她那天发现卡夫卡和伤害人类时 她会毫不犹豫将它消灭 对此 卡夫卡也只是一笑 然后就是每天的射击训练 而世川凭借着过人的天赋 将战斗服的力量解放到了18% 而一旁的粉毛看着同伴变强 也让她倍感压力 应验了那句 又怕兄弟过得苦 又怕兄弟开路 好在她的解放战力 20%比对方高出一点点 才让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而七可露解放战力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5%经验全场 看着眼前掐脖子的两人 她也马上化身 嘲讽机器人 两个菜鸡夹起来都比她高 她不明白 这有啥好增长 只有身为主角的卡夫卡 还是最平凡的人 即使她一直在努力 也只是把战斗力解放到了1% 虽然看似不高 但是对于她来说 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既然有了进步 那自然是要血泥 于是 到了晚上澡堂里 男生们也说起了 各自加入防卫队的原因 没想到听下来 所有人都是因为崇拜米娜 还加入了防卫队 于是卡夫卡 才对众人说出了 她跟米娜是亲媒的命 于是全澡堂的人 都靠晕了过去 接下来的 就是永无止境无尽的训练 直到一天晚上 大家都已经入睡 只有卡夫卡一个人 还在拖头开卷 这一幕却让副队长撞见 还笑着问她 是不是为了米娜 被人说出了原因 她也是尴尬的不行 只是 她也马上就背负了正常 因为她跟米娜 有过一起并肩作战的约定 这下副队长可就来劲了 因为这听起来 很像要抢走她副队长的位置 虽然卡夫卡 明知自己的实力 但是她依旧会向着 这个目标努力 副队长虽然看起合善 但是内心也确实合善 甚至留下了钥匙 让男人好好努力 至于副队长的位置 她是绝对不会让出去的 最后也给了她一个忠告 那就是 不要跟别人打好关系 因为战场上随时有人牺牲 这时候 怪兽袭击的铃声突然响起 这是卡夫卡第一次任务 这个怪兽怎么也没想到 他只是简单地出来作乱 就被一群下头难围殴 不仅要承受火箭弹的攻击 甚至还有人 拿着40米长的大鞠鞠针针对 而自己只是被拘了一枪 血条就已经风中残住 就在今晚 一个巨大的怪兽突然袭击了这个城市 保护城市的防卫队 也很快就接到出击命令 而这也是这群新人的第一次任务 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居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怪兽 上头命令也很快就传达了下来 这只巨大的怪兽 就由队长米娜处理 而他们这群新人 则对付那些小怪兽 看似他们只是来滑水 那其实确实是来滑水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因为只有他们完全消灭了所有怪兽 才可以保护好民众的安全 而第一线 也不用这群新人出战 他们负责最后面的部分 这是保护新人的一种措施 也是培养他们实战能力的一样 可尽管如此 还是让这群新人感到亚历山大 由此也只好为自己高呼壮胆 随着米娜的准备就绪 战斗终于打响 时间队员们马上就蜂拥而出 这怪兽也真是皮操肉厚 所有的热武器都无法伤其分毫 卡夫卡也马上激活了作战符的努力 随着力量的解放 他现在强得可怕 只有这个路人表示了不满 因为他们明明可以大显身手 现在却还要做新手的保姆 这一下 齐克鲁克就不高兴了 马上就展现了他可怕的战斗力 这群怪兽 甚至坚持不到两秒半 就被消灭 这一届的新人们都在大显身上 不仅如此 就连试川也凭借着诀窍狩猎着怪兽 他现在非常迫切想变强 因为只要他可以变强 就可以让卡夫卡不用再变身 甚至其他新人也都在大杀四方 只有卡夫卡毫无作为 他也为了不拖后腿 只好另辟蹊径 攻击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而他要做的就是 如何帮助大家更快消灭怪兽 而他只要找到怪兽的弱点就可以 于是他才研究起了这群怪兽的尸体 主角光环马上出发 仅仅不到两秒半 他就发现了异常 宝科副队长也很快就收到他的报告 这类怪兽的核心 隐藏在头部跟躯干的连接处 而且是在正中心 而怪兽侧面是他们防御的薄弱之处 最重要的是 这群怪兽可以自我繁殖 如果不破坏他们的卵巢 怪兽会源源不断出现 这一番话 直接就受到了宝科的赞声 因为这正是当前最需要的关键情报 这将会是卡夫卡的大风一剑 这才让他由心为自己感到高兴 因为他终于做出了贡献 他朝着自己的梦想越发接近 这时候远处也传来了巨响 巨大的怪兽 终于走到了他们指定的歼灭地点 于是 米娜马上就掏出了 他四十米长的大居 还要装逼了 因为一旁的卡夫卡正在看着他 开放战力96% 卡夫卡 哟 米特夫斯 火 没想到 仅仅只是一枪 怪兽就已经脑洞大开 紧接着就就是第二发攻击的到来 怪兽也很快就硬生倒下 只是女孩却不准备停手了 于是怪兽就已经尸骨无存 这一幕也让卡夫卡感觉热血沸腾 因为对方是借着科技 才跟自己一拳的威力差不多 这时候宝科才走出来宣誓主权 因为只有强大的力量才能站在米娜身前 然后反手秒了一个小怪 并表示他就是这个人 在米娜消灭了巨兽后 他们的战斗才正式开始 因为潜藏在巨兽里面的怪兽 护清潮而出 而普通队员现在就已经筋疲力尽 而这群新人却没有因为疲惫退缩 也就说明只要他们坚持下来 到了后面战斗力就会更上一层楼 而如果无法坚持下来 只会慢慢沦为平庸 并就这样结束职业生涯 如今来看 也只有七可路超越了界限 将来有望成为队长级的人物 而世川也是未来可期 在他身上也隐隐散发着这个征兆 就在这时候 世川发现了一个清洁科的可疑人员 为什么会发现了 为什么会发现了 会员中有关的怪兽人员 有什么人员 是否知道吗 是